一千年前 中国北宋年间 在一个印刷作坊里 客工们屏住苦干 雕刻印板 他们中间 一个普通的客工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件事情一时间沸沸扬扬 被人们传媒佳话 就连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 沈光 也在著作《孟希笔潭》里 把他作为一项科技发明记录了下来 那个客工名叫毕生 他的绝妙主意是活字印刷 毕生因这段记载而名垂千古 然而一千年后 他和他的活字印刷术却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 因为人们在多年的考古中 竟然没有发现一件 从毕生时代留下的活字印刷片 难道那个传奇般的人物平民毕生 和他的活字印刷术并非确有其事 而只是一段扑朔迷离的传说吗 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人们苦苦寻找着能够说明真相的证据 一个晴朗的初秋季节 北京新闻出版署的会议室里聚集了一群专家学者 他们并非来自一个相同的领域 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为毕生在一千年前发明活字印刷术 找到一个确切详实的说法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一些国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毕生在北宋时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只是一个不成功的想法 而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毕生 因为一名同时期科学家沈阔的记载 而名垂千古 根据那篇记载 从那时起 一门被后人世代传送的记忆 活字印刷术诞生了 然而今天来自国外的质疑 却似乎对审阔笔下的活字印刷术 根本不以为然 如果这样的质疑成立 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 就并非出自一千年前的毕生之手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最早的记录者沈阔身上 沈阔 宋朝一位博学能文的奇人 他有一本集多门学科于一身的著作 《梦兮彼谈》 直到今天 这本著作也被中外学者视为 中国古代科学的经典之作 就在这本经典之作中记载到 在北宋庆历年间 也就是一千年前 一个名叫毕生的平民 在原有刁板印刷的基础上 又创造了一种极为神速的印刷方法 那就是活字印刷 在这段记载中有详细的时间 有确切的人物 而且关于活字印刷的制作过程 细节详实 面面俱到 这样一篇文字到底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然而正是这篇描述细致的文字 给国外的学者找到了口实 他们认为 毕生用胶泥制造活字用于印刷 这整个过程真正操作起来 是并不可行的 因此泥活字印刷根本无法实现 那么他当然就无法 为今天的后人留下任何实物证据 会议室中 凉爽的初秋天气 丝毫不能让人们平静下来 讨论越来越激烈 所有人都对国外学者的说法表示愤懑 学者们各自的发言足足持续了一整天 然而直到会议结束 似乎也没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反驳证据 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只是一个不可行的想法吗 此时此地 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并不那么铿锵有力 因为的确没有人真正见过 从毕生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 迷活字印刷片 看来只有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 才能让所有人都心悦诚服 可是这样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呢 1987年 在中国甘肃的五威地区 一群当地老乡无意中挖出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他们在那个山洞里发现了一本形同天书的小册子 小册子上写满奇怪的文字 那些文字虽然连这里最有威望的老人也看不明白 但是所有人都坚信 这是先人留下的经文宝典 乡亲们恭恭敬敬地把这本宝典供奉了起来 他们自发地守护着这个山洞 一守就是一年 1988年 这片山林里发现宝贝的消息传了出去 这年深秋的一天 一大早 村里最年长的两位老人就守候在山口 他们在等待从城里来的一位客人 客人是五威市博物馆的一名考古学者孙兽领 他对传言十分好奇 这次特地过来就是要亲眼看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哟 乔爷 你们早早就后到这儿等着啊 哎呀 哎呀 你好你好 起来啊 起来 哎 这个窩脖怎么那么大呀 你呢 嗯 嗯 乡亲们再一次聚集在洞子里 他们捧出了那本直到现在也看不明白的宝典 或许这个城里的学者就能够解答 被他们恭恭敬敬守护了一年的这本宝典 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一位这是造级 造红嘛 这都认不得 烛火闪动 孙兽领神情凝重地翻看着那本宝典 很快他就找到了答案 因为过去在武威士博物馆里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 与这本经书文字相似的书籍 这还是诗下文的 你看这本经 叫微卖解说说经 讲到啊 这一次讲到的 这是你靠 西夏 一个几乎与宋朝同时存在的王朝 公元1038年 西北地区党相族的一名杰出首领 李元昊称帝建国 今天的甘肃五威地区 正是当时西夏国的侠区 孙兽领把经书带回了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地看到 这本经书并非出自手写 而是印刷而成的 对于鉴定西夏文的佛经印本 孙兽领十分在行 博物馆里就藏有不少过去出土的西夏佛经 其中的大部分 孙兽领都曾经仔细翻看过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么迷惑 他过去看的佛经里 没有一本像这本经书一样排版混乱 印刷粗糙 细看每个字的笔画 竟然有许多歪歪扭扭毫无章法的地方 这难道是一名手艺着力的古代客工 胡乱刻印出来的经文吗 孙兽领百思不得其解 时间一天天过去 经书上的西夏文字 已经被孙兽领看得烂熟于胸 然而他仍然无法对那些奇怪的地方做出解释 这时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来琢磨这本经书 考察维摩节所说经的成书年代 孙兽领发现 那是距今大约九百年的时候 其实西夏建立政权已有一个世纪 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两宋之交 根据历史记载 在那个时候除了刁板印刷之外 一种新的印刷方式已经产生 那就是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这几个字 就像一道灵光 在孙兽领脑子里闪过 有没有可能这本与众不同 模样奇特的经书 就是一本活字印刷品呢 孙兽领细心观察 发现经文中大部分字航 都没有按照直线排列 上下几个字之间 左右完全不对称 如果是刁板的话 它的这个行距一般是非常圆的 横成一条像 树成一个像 一行非常的清楚的 然而如果在用活字印刷时 每个字块字成一体 不可能大小完全一致 用这些字块排版印刷 就会造成字迹排列不齐的效果 令人兴奋的是 假如《维摩节》所说经 真的是一本活字印本 那么它就将成为在中国疆域内 发现的第一本 从那个古老年代流传下来的 活字印刷片 一千年来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实物证据 审阔关于毕生活字印刷书的那段记载 似乎只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 就连中国印刷博物馆 也只能用泥塑的方式 重现毕生制作活字的景象 难道一本在西北深奥里 发现的古老经书 真的能将一个传说变成现实吗 就在武威市西夏博物馆的办公室里 孙兽领度过了无数个白天和夜 当他逐字细看时 他发现一些明明是一笔通下的笔画 却弯弯曲曲 根本不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是在木头上雕刻 然后印刷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从小就会雕刻 泥制印章的孙兽领相信 这应该是用泥作为原料 刻印的时候独有的现象 因为泥制印章的刀在大道泥上要刻的时候 与刀刃的集长 所以是自欺强弃了 另外有不少的字 它是端鞭手脚 为什么就是用一吊的 碰撞而掉 他教你刻的字是 火烧令将当时也脆 你一碰 有些掉下去就会大雕 有些要硬的时间长了 就会脱动了 孙兽领逐渐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细节 那些证据都在说明 维摩杰所说经 是泥活字印本的猜测 并不只是一句没来由的妄言 在经书的文字中 一些笔画上 有明显的小气泡痕迹 另外 经书上的文字大小不一 十分明显 你呀这个掌索性 非常强 就是那样张 有时候 你把这个捏的 阴度 也就是汗水风不通 水风多 那么它就是说 烧出来的这个资 数据很厉害 想得就消 这些分析 具具有理 这本在西北山陵里发现的维摩杰所说经 似乎的确就是用泥活字印刷而成的古代经书 然而孙寿领 并没有急于把这个结论公诸于世 他还需要找到一种无可辩驳的论证方式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如果反推这个结论 用审阔技术的泥活字印刷方法 是否能够复制出维摩杰所说经来呢 孙寿领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念头 竟然从此耗费了他整整三年时间 就在孙寿领家的小阳台上 他开始了泥活字的试验 孙寿领找来过去刻图章时用过的胶泥 制作泥活字 处理胶泥这套活 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多年以前 他就是刻泥章的一把好手 当胶泥被搓到最细的程度 沉淀晾干后就可以使用了 在焦泥上刻字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虽然孙寿领有刻图章的经验 而当他模仿西夏文刻出第一个字后 他还是发现字的笔画歪歪曲曲 根本不可能像在木头上刻字那么工整 刻好字后就要按照沈阔的记载 用火烧使他坚硬 火烧令坚 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 却让孙寿领大费周折 他在自家的蜂窝梅炉子里 一遍一遍地放入焦泥紫块 一连好几个星期 他竟然没有烧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活字来 一开始在烧制的时候啊 因为对他的货后把握不了 直接放到货炉子里要烧 结果所有的字 他都包炸了 炸成非常碎的碎麻 有时不把货的煤都葬到成 一包回了 然而难题仍然层出不雄 要把这些好不容易烧制好的 泥活字排版印刷 更是让孙寿领时常陷入茫然当中 他融化白蜡 用蜡枝固板 却总是不得要令 效果始终不能令人满意 最后 当他再次翻看孟熙笔潭 他才留意到 毕生所用的松枝和蜡种 原来掺杂了纸灰 孙寿领并没有过多思考 毕生的这个办法到底有什么道理 他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方法烧了一些纸灰 祸到蜡汁里 结果连他自己也觉得很奇妙 一个个泥活字被固定了又平整又牢固 这样的伙伴才能用于印刷 这次翻看孟熙笔潜 当孙兽领终于从火板上接下第一张他认为满意的印尺 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个过程虽然漫长的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 但最终的结果是令他欣喜万分的 他的实验彻底推翻了那些关于毕生迷活字不可行的说法 孙兽领的研究成果于1998年获得国家权威认定 活字印刷术在一千年前出现在中国的疆域内 已经有了实物证据 奇怪的是这个唯一能够证明毕生活字印刷术的物证 为什么来自偏远的西北地区呢 而毕生所在的中国东部地区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文物出土 一本西夏文的佛经到底能否证明毕生的发明呢 今天的宁夏银川市是当年西夏建国时所定的一国之都 这里有许多专门研究西夏历史的专家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有着共同的看法 宁夏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扭达生 是其中观点十分明确的一位 西夏的主体民族他是党项族了 那个文化相当落后 也没有文字 他从唐朝初年就开始 像就是近代的甘肃啊 宁夏啊或者是他这个是陕贝啊 这一代杀这个千禧 最后唐朝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这一代了 那么这一代 传统上他就是汉人 农业民族 种族待在居住的地方 当然它是一个汉文化的地方 同时杀这个党项族的贵族 本身就是唐朝政府的官员 同时他们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这样他很自然的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那么这个印刷书方面 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曾经在建国一时就委派他的一名德立臣子仿造汉字创制西夏文字 而传播文字的印刷术或许就是在那时传到了西夏 尽管如此 人们仍旧无法满足 尼活字印刷的证据虽然已经找到 可是为什么像这样的证据是如此稀少 考古学家们继续寻找着更多更直接的证据 他们相信就在那些未知的地狱里 一定还隐藏着被历史的尘埃深埋的物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